星期五,每駕骨的環節 新美嘉賓就是來自我們耀才精血研究部的分析員 譚哲學先生,阿倫,你好 阿倫,你好 跟著一份花,上星期你跟我們推介吉利汽車 整個星期計算,恒生指數升了半個百分點左右 股份跌了1.39% 反而能夠升到你的買入價 你看我們大家只在4.2買,現在已經買了 還有少許利用在手,現在是否要繼續駕駛 我覺得暫時說吉利汽車可以先駕駛 始終要看很多中線的看好因素 看好整個汽車業務等方面的表現 短期來說,看見它跟隨著A股整個汽車板塊都有個不錯 比較明顯的調整,但整體而言都沒有觸殺止蝕駛 維持之前的投資策略,只要不跌穿止蝕駛 3.8.5,我覺得仍然可以繼續中線持有 後市來說,目標價仍然可以中長線 看回5.5這些水平 但如果4.2買了,但也不想駕駛這麼久 我可以建議,如果能夠升到4.5,甚至4.8這些水平 如果短炒的可以先猜一猜,但我建議最好的 都是一個中長線持有的部署 始終要看好整個汽車銷售 吉利汽車,看到表現在汽車股當中 都是表現相對地,不算太差的 我覺得基本因素應該可以繼續這樣看好 好,謝謝阿萊 買的朋友不用這麼擔心 如果有些想問的話,隨時可以問答環節 打電話問回阿萊 好,我們再來升星期 打算跟我們推介哪一隻股份 今個星期,之前兩個星期可能推進一些比較中長線 看好一點點的股票 今次都是中線看好的,但短期來說都可能會出現一個炒作 我自己會推回中信證券 始終都是看A股,下個星期 有機會隨著一些政策推出等等 有一個不錯的反彈 我自己看證券、捐商等等 都可能會陸續受到一些政策的支持 所以後市來說我覺得反彈幅度都應該何觀 無論短炒或者中線投資 都可能現階段都是一個入市時機 好,我們不如詳盡一點講解中信證券的基本因素 早前公佈了2012年的業績 表現好像一般 是否主意見到A股市場的整個交頭 其實去年來說都是比較差 對,看回中信證券 如果你看回業績快步上面都顯示 整個2012年度的業績表現真的不是太理想 其實始終畢竟說A股,說成交量 是創了這麼多年來的一個新低 這方面都令到他們在業績上都有疲弱的狀況 再加上其實見到無論上市公司 或者他們在一些做成銷等等 包銷等等的過程當中 數量很明顯有減少 始終說2012年的內地A股 看到再進一步沉底 這方面整個投資氣氛 對他們來說都有一個比較大的負面影響 但是我相信相關的利淡消息 負面因素都反映到七七八八 最主要看好 跟之前看過的股票一樣 最主要看好整個2013年業務上的改善 沒錯,其實你由去年年尾開始 內地上證資訊和A股市場 整個交頭的氣氛都轉出熱烈了 有沒有說來一月份的數據 會否表現更漂亮? 看回一月份公佈的營運數據 的確有一個明顯大幅改善的跡象 但是當然了 一月份的營業額或者利潤 有一個大幅改善 除了說只是因為A股做好之外 整體現言 一月份和去年的一月份比較 始終說去年的上年一月 2012年的一月是有春節假期在 所以你看到 今年2013年的一月份 和2012年的一月份比較 工作天都是相對地當作交易日的數目 有一個明顯上升的作用 提升的作用 所以見到營業額有一個大幅上升的情況 部分原因的確是受為假期所帶動的 但論基本因素 我自己看回了 整體而言見到A股近期的成交量 有一個明顯回升的跡象 我相信對它們的業務 都有一個正面的幫助 看到相關的數據 可能是因為受到節日等的因素 跨大了 但後事來說 相信都會衝勁業務 有一個見底回升的跡象 如果說內地的勸商 我覺得一定不可以不提 就是A股的走勢 你看到其實 由12月4日去年 1949點這個低位 其實累積的升幅 去到早前2月18日的高位 2444點 其實累積的升幅真的不少 雖然現在有點回調了下來 2300點左右的水位在徘徊 但其實整個A股 你覺得下跌空間 是否還在 還是其實下跌空間 都不是那麼大 推出中信證券其中一個因素 其實最主要是最大的原因 都是看好A股後市的表現 始終在說A股 我自己看回下跌空間 真的不大 最主要是A股 有個明顯地落後的情況 無論是視盈率、視障率 都是的 跟過往五年的平均值比較 現階段 仍然是有一個比較大的 追落後空間在 而且見到 其實見到近期的經濟數據 都支持著 你說2013年 經濟狀況又好轉 2012年的經濟 的確有放緩的情況 但是盈利增長的方面 未至於出現大幅度 倒退的跡象 你看回2012年的預測性 甚至說2013年 是更加之低的 所以見到股值上面 是說是非常便宜的 始終是說內地 大家目前來說 普遍都預期 2013年 甚至往後 經濟能夠保持著穩定的發展 經濟增長能夠保持著 7至7.5% 相對來說 好像上升指數為例 現階段 平均視盈率 2012年的預測 視盈率 都是10倍PE左右 自己看回 真的有一個比較大的 追落後空間 所以我相信 A股 反彈力度 會相對比較強一點 近期來說 比較注目一點 一定是兩會臨近 馬上要換屆 其實這方面的情況 又是怎樣看的 怎樣影響到A股 我自己看回 兩會臨近 始終對A股應該 會有一個正面的作用 始終在星期日開始開幕 期間我相信 好像以往 陸陸續續會有消息滲透出來 到時 我相信有部份的消息 包括刺激各行各業 甚至提振A股 那方面的消息 會傳到出台 自己看回 兩會上 政策上 真的非常多 暫時 不浪費太多時間去長廣 我自己看回 相信是有利A股 這個短線的作用 亦都是說現在推中信證券的主要原因 始終終正在下個星期 接下來的政策 有機會刺激A股 中信證券 我自己看回 會比較受惠 再加上另一個誘因 就是看到 今天出的PMI數據 看回今天出的官方PMI 看到官方PMI 官方PMI 2月份50.1 匯豐的出到50.4 看回官方PMI為主 看到 始終PMI大幅回落下來 部份原因 可能是受到假期 價值等等的因素所帶動 但是 看回比較關鍵的PMI數據 自己看回 我想比較關注的 可能是50.1 是一個比較敏感的水平 因為始終看到 50是一個盛衰分界線 看到大幅試 如果一旦跌穿50 其實過往幾次都是 一見到50這些水平左右 是看到內地的確是有政策出台 去扶持各項各業 我自己都衝敬未來 在量匯都有更大的可能性 推出一些政策等等去刺激股股市 甚至是帶動經濟回穩 這方面是主要的作用 所以後製來說 我覺得見到現階段 PMI回落到50.1 政策推出的可能性 的確是大大加大了 看回相關的圖表都見到 相信未來來 PMI走勢應該不會太差 因為如果再見到 進一步跌穿50 可能就會令到中央 經濟保持穩定 增長7至7.5%這個目標 會有所變數 如果大家想知道多些關於兩會 不妨可以上我們YouTube的頻道 重溫我們每月專題 兩會的一個專題的探討 可以上我們Facebook 或者YouTube網站看看 如果我們剛剛說完就是A股 內地方面的政策面都不斷轉強 如果你看回中信證券的技術走勢 其實有沒有啟示可以見到 論短炒的話 看回中信證券 技術走勢都是其中一個誘引 自己看回技術走勢 見到近期來說 從一些高位 21.4左右之間的高位 回落下來 整體現代的回調幅度 剛剛是看回由之前的低位 開始回調了整個黃金比率的0.382 我自己看回 整個中期調整可能真的 剛剛初步見底了在近期的低位 18元這些水平 後市來說反壓空間仍然大 我相信 始終如果你說最主要都是衝敬兩會 有些新的政策出台 不排除整個三月份上證指數 內地股市有機會破頂而上 一旦如此 我相信你說中信證券的股價 真的表現不會太差 至於要試回之前的高位 21.4 的確不是太難 所以看回技術走勢 現階段短炒的直播率 仍然相對地非常吸引 剛剛說的是短炒的部署 如果你說我都不打算開短線 打算開長展 都看好內地整個A股的走勢的話 其實中長線有什麼利好的因素 大家可以留意 始終推介這個股份 其實有一個A股回升 要選的股份 的確是非常多 再推介這個股份 始終中長線 我都看相關的利好因素 是會看得好一點點 看回中長線的利好因素 中線 其實最主要都是A股的問題 A股其實見到目前來說 近期你看回中正監 國書清一直都提及到 A股的結構 中間都開始留意到有些問題 始終是說 機構投資者相對比例比較少 說境內的機構投資者 16% 說境內的投資者 也只有1% 始終說 這類型的機構投資者 比較少 始終機構投資者 一般都是屬於中長線的投資 始終如果機構投資者比較少 意味著一些個人投資者的散戶是比較多的 看回整體現言 散戶個人投資者 在A股市場裡面 拿著的股份佔了大約市值的26% 但是比較奇怪 就是見到成交金額 或者完成交易金額 佔了整體現言每天的交易量 8成多 即是短炒 一些散戶的參與度是非常非常高 這方面也令到A股其實見到 過往這幾年 走勢相當波動 是相關的原因所知 要改善這個情況 唯一的方法 就是加強一些長線的資金入市 令到短炒的風氣去壓低 因為始終短炒過多 很容易會出現泡沫 甚至炒過龍等等的跡象在 所以未來中央的任務 就是要推出一些 鼓勵一些長線資金入市 鼓勵長線資金入市 其實我經常都聽到 其實你看回去年 不斷都說 什麼地方的養老金 有什麼保險的資金 入市 是不是正在說這些 沒錯 看回相關的政策 都是自己看回中線比較看好的主要原因 包括近期聽的一些 住房的公積金入市 包括經常聽的養老金入市 保險資金入市 我相信未來陸續續都會有這些消息出台 在兩會議題上 都可能會有相關的消息出台 如果一旦出台 對整個捐商股 A股市場 是有一個正面的幫助 自己看回這些資金入市 其實是間接性幫助這些內地捐商股 的確這些長線資金入市 對他們來說 在業績上業務上 未必有正面的幫助 但是如果內地方面 整個A股市場回穩 我相信三會參與到 積極都會有所提升 正體而言都對內地股市的成交交易量 有一個正面的幫助 如果見到內地股市能夠健康一點發展 我相信正體而言 交投量炒賣的情況 也都會有一個正面的幫助 這方面對A股來說 對公司來說 有一個間接性的幫助 另外之前一直都提及到 好像QFII和RKFII等等的政策 都是有一個間接性的幫助 雖然說這些境外投資者 去參與A股投市 中信證券 一些捐商股 就能夠直接幫助 但是如果整個真正落成的話 對整個A股的氣氛 是一個正面的幫助 我相信散戶的參與度 都會進加之積極的 對他們整體而言 交易、佣金等等的業務 都會有一個比較不錯的正面幫助 而且留意內地方面 過往這幾年 IPO 表現相對地非常之癖 但是如果能夠鼓勵到這些 長期的資金入市 我相信整體而言 對於IPO 等等 集資等等 這些活動 是一個正面改善的作用 如果慢慢改善到 對他們未來來說 好像IPO 包銷、經銷等等的業務 都有機會從局底回升 早前郭樹青在論壇時透露 將會繼續透過QFII和RQFII 去吸引非中國居民 去到內地投資 另外打算今年 年內會推出QFII 提供跨境投資服務 給內地投資者 又再跟你談 其實你看到中信證券 好像業務在內地為主 但現在你看到香港上市 可以進一步透過香港平台 伸展到國外 其實這方面有什麼部署 我想你說最長線 如果看好中信證券 一個比較好處就是 其實始終公司的規模較大 看到在內地來說 都是一個龍頭 龍頭有個優勢 就是如果他們未來可以發展 向海外發展業務 好像香港回來都看到 開始在香港那裏 報紙策略 但始終香港市場小 對公司的直接幫助 我相信不是太大 接下來公司也有說過 希望今年的國際收入佔比 有一個明顯的提升 主要的途徑 都是發展海外方面的業務 我相信接下來這方面 其實間接性 中央或者亞爺 都是希望到內地的券商龍頭 能夠做到這個效果 所以未來海外市場方面的增長 都會成為公司在業務上 一個正面的作用 所以未來 我相信好像中信證券 參與海外市場的業務 對公司來說 是一個不錯的幫助 現在我都看到 通過里洋證券 在新加坡和倫敦的業務網絡 是佈署更加多的海外市場 但我又想問一下你 其實這些我覺得 都是一些看好的原因 但你說其實風險又沒有 始終內地的監管 我覺得那個 無論那個嚴謹度 或者那個風險性 都比香港為之大 那你說始終在說 整個券商行業 其實整體現任風險因素 都是那些 最主要始終 第一整個券商行業 始終問題面對著的就是 只要錢多 就可以做到這些券商 可以開這些券商店 或者做一些證券交易買賣的代理 但是看回 最主要的問題就是 競爭是非常之激烈 其實看回風險因素 競爭激烈是一個比較大的風險因素 始終看到競爭激烈 亦都在全內地 亦都開始取消 像香港那樣 一些用級制度的情況出現 就是整個佣金 有機會出一個比較惡性的競爭 我相信這個是大勢所追 但是面對著競爭 始終中信證券 都是行業的隆斗 我自己看回是有一個優勢 另外第二個比較大的風險因素 始終的確 沒錯 內地的監管機構比較嚴密 中信證券 或者海中證券等等 這些隆斗 都有做一些 好像資產管理等等的業務 我相信未來 在資產管理上面的業務上面 中央是積極地發展 或者發展相關的業務 始終資產管理 都是有助長線資金入市 等等的之前所說的利好策略 但是在幫助的同時 相關的業務 都會受到嚴格的規管 所以我相信未來的經營成本 都有機會上升 但是始終之前說的利好因素 都能夠帶動中信證券 今年收入應該有個不錯的上升比例 所以在成本控制方面 我相信中信證券 應該能夠做得不錯的 好,謝謝阿萊 見到內地A股 下午回來越跌越多 都跌成1% 2339點 講的是上證指數 那什麼價位可以買中信證券 始終見到今天A股就升了那麼多 A股昨天升了那麼多 今天來講 出完PMI之後 見到A股都回跌回落 但是回跌的幅度 暫時來說 是的確有1%左右 但我自己看都不算太過差 始終在衝敬的 都是說在兩匯之後 會有些新政策出台 其實見到回調那麼多 我覺得現階段 19.3就有這些位置 可以考慮買入 其實這個止蝕價 放在18元 也是之前回調幅度的0.382 只要不跌穿這個水平 我覺得股價來說 仍然有機會持續反彈 可以看好一線 其實相關於投資策略 除了基本因素看好中長線 中短長線的基本因素都看好之外 另外一個直撥率 我自己看都相對地非常吸引 現階段 19.3就有這些位置買入 止蝕價是18元 即是7.6%左右的止蝕 後製來說 我覺得有條件 上網之前的高位 22元左右 甚至突破之前的高位 22元這些 第一個多 試回22元這些水平 如果能夠成功突破的話 看上網空間 都有15% 我自己看投資直播率回報 是相當吸引的 好 看見中信證券 現在都在做19.34元 內地股市跌 跌得多一點 幾乎都是說現格買入 好 謝謝安娜 今天詳盡跟我們分析了 中信證券的股份的基本因素和表現 麻煩你也要申報一下 剛剛提到的股份 你有沒有持有 沒有持有 我們在SKFBSshow.com 稍後再見